接着我们来看到餐厅区 餐厅区这一块的设计 虽然它跟客厅 跟我们的厨房 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可是它有一些些概念 很像是那一种包厢式的概念 在做设计的 是的 就是我们在餐厅的部分 有别于一般餐厅 我们既定的印象 在靠近窗户的部分 我们利用了一个窗台边 虽然看起来像是 我们是结合了一个 沙发的一个概念 就是让客户他有一个需求 就是他在饮食之前 用餐之前 比如说三五好友 可以坐在这个地方 喝小酒聊聊天 等于正式上菜的时候 再到餐桌这边用餐 所以我说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就很像 我们在餐厅的那种包厢式概念 有个沙发先聊天 然后喝个茶 然后上主餐的时候 再正式让到餐桌里 对 好 那我们知道 今天这个空间 因为是在一个商业大楼当中 对 它是转变成居家空间 那这个商业大楼本身就是整片的玻璃帽幕 对 那光很多的时候 其实也没那么好 对 就是其实你当你需要光线 不要那么充足的时候 那因为又在窗台边 所以我们当初选择的一个 比较利落的一个 一个材质的窗帘来使用 那这个风情人的部分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在整个光线进来的地方呢 可以比较自在的运用 比如说它可以从上方的地方打开 那让天空的感觉进到餐厅 那可能你白天的时候在用餐 有跟外面的环境做一个结合 OK 那么接着我可以看到 空间当中简直俐落 特别是我觉得很多人在餐厅空间没有非常大的时候 会用一些镜面来放大空间 可是你不是用镜面的概念 你是用镜框的概念 一般白墙上可能会挂画 或者做一些装饰品 那我们选择了一个画框加明镜的方式 其实它就像是墙壁上一个装饰品 对 可是事实上这装饰品又是可以活动的 在它后面呢 我们就是藏了一个餐厅这边 可以使用的一个餐柜 当它打开的时候呢 就可以跟餐厅这边做个互动 其实这道墙当然它本身就是一个墙柜的概念 你说餐厅跟隔壁那是竹卧室的墙柜 它其实是墙柜 一般都是隔墙而已 对… 我们是透过柜子的方式 然后在两边做一个充分的利用 可是我现在看餐厨柜柜这样的空间 在整个墙面来讲 它大概等于都占1 3分之1左右 对 等于左右两边就可以当成是 我们竹卧室里面衣柜的空间 我懂了 所以它不是只有 不会再浪费的 对 不是只有镜面放大餐厅的功用 它后面还有隐藏收纳的部分 博主当初的要求呢 是希望客厅餐厅还有厨房 可以做一个开放式的整合 所以厨房的设计就是我看过去的时候 跟空间要是可以搭得起来 而且是要美观的才行 是的 就是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吧台的设计 开放式吧台的设计嘛 那原则上它材质的部分 我们还是延续我们电视柜那边的材质 然后从玄关一路延伸进来 让整体有一个延伸感 当然我要特别推崇的是 这个开放式厨房当中 它一些电器柜摆放的位置 刚好就是不会一下就被人家看到的那种位置 对 因为也是刚好利用了一个 我们整个空间的一个 玄关进来的部分 然后结合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壁鲁的部分 它可以藏在空间最隐秘的角落 而不至于说一眼就被看到这样 OK 我想接着呢 我们要带观众朋友进去看一下主卧室 而且主卧室当中有一间 你看到都会非常羡慕的鲁鱼空间真的很棒